嗨 歡迎來到Vicky's Corner 這個是我的第一支影片 然後因為我在想不知道要拍什麼 所以我有很多唇膏唇彩類的 所以打算第一支就以這個為主 但是我在想我以前其實很不喜歡擦唇彩 就是可能只有化妝 然後其實化妝也是一直一直進步 到現在看到這個樣子 雖然也沒有到非常好 但是就是一直不斷的進步 讓自己越來越好 然後所以我就在想呢 既然這麼多唇膏唇彩唇蜜之類的 那就來拍一支這樣子的影片 不過因為有你知道太多了 所以這次只會focus在譬如說一些專櫃上面的 或者是在一般藥妝彩妝店可以買到的為主 然後下一次我再把剩下的一起做分享這樣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要我現在嘴巴上面是都沒有顏色的 就是都沒有任何東西 然後我覺得如果今天一直試 我的嘴巴應該會非常的乾 不過沒關係 好 那個我在想 我就先從淺色的開始好了 我第一支試的 是Maybelline的 這個應該是去年 去年買的 然後給你們看看 對 好 那我現在就來試了 我覺得這個顏色比較 比較適合 就是每天 查 如果你比較不喜歡這麼紅的人 對 他就是差不多這個顏色 不過我個人是很喜歡明顯的顏色 譬如說深紅色大紅色 我自己個人偏向這種顏色 好了 就是擦起來會是淡淡的 就是你看到現在這樣子淡淡的 粉粉的感覺 然後因為可能我的眼妝是比較重 然後比較有眼影啊眼線啊什麼的 所以如果配上淺色就不會好像 整個焦點都在嘴巴或者是眼睛這樣 就會只有一個焦點 但是我本人是比較喜歡深色 就是誇張的紅色啊或者是深紅色 等一下也會試給你看我自己喜歡的 這支也不錯啦 就是如果你喜歡低調的人 就這支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好的 現在呢 換第二個顏色了 OK 好 再來呢 第二支 我想試的 是 一樣是同一款 然後是這個 我不知道這樣你們看不看得到 是這個顏色 嗯 然後它比較紅 對 我本人就是特別喜歡紅色的 然後給你們看看那個在手上的顏色 就是 是這樣子 就其實 可能看不是很清楚啦 嗯 沒關係 好 好 這一支呢 就是 比較 紅 就是明顯的顏色 我覺得 我覺得 蠻配 我的感覺 就是我是一個 比較 那個 個性 比較 直接 就是有什麼講什麼 所以 這個就蠻適合我的 我喜歡 好 那就換下一支囉 好 再來第三支 再來第三支 它應該是比較 金屬感 就是 這一支 它有一點金屬感 然後 它比較像是現在在說的那種 南瓜色 這個 南瓜色 我覺得 然後 它香香的 有一種 香草味還是什麼的 聞起來很香 我個人蠻喜歡這支的 因為我覺得 它 聞起來 第一它聞起來很香 第二呢 它 擦上去很好擦 就很順 不會讓你覺得卡卡的 然後 它的顏色看起來也是有一點 有一點 金屬感 就很適合 秋冬 就現在這樣子 雖然那個我穿 穿的衣服是 很不秋冬 現在 不過呢 我覺得這個顏色 真的蠻好看的 好喲 那就換下一支了 其實還有一支 因為目前三支都是Maybelline的 這三支都是Maybelline的 我還有一支 就是我覺得這支 真的非常非常美 非常非常美 不過 因為它 就是號稱 它可以 16個小時不 掉色 16小時不掉色 所以我打算在最後一 最後一支再放它 因為 不好寫 對 對 所以等我囉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 現在目前市面上 應該還是買得到的 L'Oreal的皮革 這一款 我忘記名字了 不過 我覺得現在應該還是有 然後我買了兩個顏色 一個是291 它比較深 深紅 就是真的是很深的紅色 但是我非常喜歡 我覺得它 它非常 就是適合現在 現在的秋冬擦 超好看 我喜歡 我就喜歡深色的 然後呢 再來第二支是292 292就是 今年流行的 那個 南瓜色 就是 土 土 土色系還是什麼的 對 這支很好看 我就先擦這一支好了 然後呢 它們擦起來很 滑順 就不卡 就是非常滑順 而且因為我本人 比較喜歡 霧感的 我不喜歡亮面的 我覺得亮面的 看起來就沒有質感 我自己覺得 可能我不適合 所以我大部分的 我都是霧面的 然後我覺得霧面的 非常好看 然後 它們的持久度都有 就是不會這麼快掉 雖然你吃東西啊 喝水或者是 喝飲料 吸管上面都還是會沾 但是我覺得 不用一直瘋狂補 不用一直瘋狂的 嗯 不錯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它擦在手上的樣 它的顯色度非常好 非常高 你看 就是 是 非常顯色 而且這個顏色真的很美 非常美 這就是那個 迪利熱巴 有擦的那個顏色 反正這 應該就是它代言的 所以 它應該什麼顏色都有擦 但是它擦起來 就非常漂亮 所以我現在要換下一個顏色 就是我本人 非常喜歡的深紅色 291那一支 好 再來下一支 就是這一支 291 深紅色 我擦先擦在手上給你們比較 看看這兩個顏色 好 這個 這個 就是291 它比較深 這樣看起來不是非常明顯 但是 我擦在嘴巴上好了 它們兩個真的 你看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顏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很適合我 就是 是 深紅色 就是很 怎麼說呢 很秋冬的顏色 反正我很喜歡 然後 我覺得 可以不用 擔心說 蛤 我會不會 不適合 我覺得可以 什麼都試看看 因為你要試了 才會知道你自己 適不適合 因為就像我昨天 為了拍影片 然後去YSL跟Chanel 就各挑了一個 我覺得我喜歡的 然後 顏色有一點點不一樣 等一下也會試給你們看 的 唇 唇 唇彩 然後 在櫃上 我就有試 它們的 橘色 我覺得 橘色特別不適合我 橘色擦在我嘴巴上 整個就覺得 恐怖 所以 我覺得什麼顏色 你都要先試過 然後看 跟你的妝有沒有 有沒有match 然後你再去決定 你應該要朝哪個地方下手 然後呢 我現在要來試 下一支 就是我說 它 聽說 可以 Less Sixing hours 的 Maybelline 就是 無敵 無敵持久唇膏 我是買八號 八號 再來這一支呢 這是Maybelline的 給你們看看 它在手上 是 試色 它的頭 就是 是這種頭 就是 好用的 然後 我很喜歡它的顏色 因為它也是 就是 紅色 非常好看 而且 它香香的 就跟這個一樣 就有一點 跟這個 一樣的味道 就是 香香的香草味 好喜歡喔 好了 這支也是紅的 然後我很喜歡 就是我非常喜歡 紅色系 然後它非常非常好推開 然後可能是因為它有附這個頭的關係 所以其實你不用怕說 好像這樣一整支很不好使用 在 在使用上面很不方便 它這支 它的頭設計 然後它真的好香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子很輕鬆的 就可以自己這樣子 隨便擦一擦 它就會很均勻 因為 說真的 我真的是一個很不專業的 的 介紹彩妝的人 畢竟 you know 第一次 所以 應該會越來越好 希望大家 那個 喜歡我的影片 然後 嗯 我知道有 就是現在有很多YouTuber 其實他們都做得很好 然後 其實我也希望 自己可以 可以像他們一樣優秀 所以 我會再繼續 分享剩下的 就是 譬如說從國外買的 然後那個 韓國的 因為韓國的彩妝真的非常厲害 然後 雖然 可能有些東西是 除非你去那邊才買得到 的 產品 商品 或者是你可以在網路上買 就是盡量 分享 就是給你們看看這樣子 嗯 所以 謝謝你們 就是收看我的頻道 也希望 那個你們可以一起 一起幫我 追蹤 然後 幫我訂閱 然後呢 我們就 下次再見囉 再見囉 再見囉